工會的代表上台發表 首先有請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的代表 邱華康 為大家講講反對抗大輸入外勞的發言 各位同志們大家好 今天是五一路共設 是屬於大家的假公仔女的大使 目前香港經濟保持良好 各項機大業基建工程陸續上馬 本港建造業處於皇級十年的高公期 政府未來數年在公務工程開支 預計增加至每年超過7萬億 展開工程更預計投入1600至1900億 將會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我們要把握這個難的機遇 為工友爭取更加的工作環境和福利 為保障本地工人就業機會 動向經濟發展的年果 因此我們要堅決反對抗大輸入外勞 現時全港有超過32萬名註冊建造工人 但實際只有7萬多名建造工人在地開工 資工經常接遲 指技術工人不足 缺乏人手 要求建國擴大輸入外勞 而實情是香港現在有16萬年 持有普通工人設計中有 當中有六成正從事技術工人的工作 因此政府應求創資源由工會協助筹辦 行業培訓過程及資歷健康考試 一方面提升工友的技術水平 另一方面為工友取得資歷認可 成為資策技術工人增加學業的人才 同時為改善建造業千萬不絕的情況 政府應增加資源讓工會參與 先編請後培訓計劃 讓行業資深工友帶領及培訓新人 並建立資徒制度 協助新人扣過實踐加快掌握技能 為建造業培訓新力軍及注入新動力 有力行業發展 今年建造業發生多宗的嚴重工業意外 導致多名工人死亡及受傷 每宗意外都令人深感痛心 因此我們工人要提多安全意識 做安全措施 僱主必須確保建築地盤工作環境安全良好 他常公利的安全管理 而政府必須加強監管巡查力度 並透過宣傳教育 提前公有職業安全的意識 眾所收支建造業塑萊石高危行業 雖然法例規定 雇主為要為公有扣買農工保險 但保險費用高昂德不合理 令雇主不惜遍而酒驗 為例不為雇主購買農土 導致僱員喪失差不多兼有的保障及團益 當工有遇到工商事故的時候 一來要面對龐大的醫療開支 二來工有受傷後 支持酒停口停的軍警 支持受傷工有從法律途徑去追究 追究為例的僱主 也需要漫長的程序 萬一僱主暴力賠償 受傷工有 雖然僱主提出千款貨產的申請 等到申請成功 才有望從政府的補償 援助基金獲得部分的賠償 但是在一段漫長的等候時間 連到很多傷病的工有 生活無以為繼 因此面對勞保昂貴的情況下 最終受害者都是我們的工有 所以我們強烈要求政府設立 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制度 為高為寒熱的工有賠買勞保 提供中央勞工保險局務 為受傷工有提供職業工商補償 同時 亦為工作期間突發性出死的工有 支度補償金 補償工有 最後 我們就在今日五一勞動戰 向全黨打工仔裏表示建議 未來我們必須繼續團結一致 維護工人權益 提升協力 去跟香港買步行事 做到人人有公開 個個有良心 多謝 阿托 好 我回答